镜头来到立法院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即上个月17号 开始审查及会由刑法修正草案之后 今天继续审查 由于主推这个案子的民进党立法委员 郑立军已经确定将在520就任文化部长 攸关公民抗争权力保障的集有法 是否能顺利修正 还有待下午协商结果 而今天上午针对了修正案第三条 将主管机关由各地的警局 改为内政部 地方政府 各党团跟行政院所属机关 已经初步达成共识 不过对于第四条 废除许可制改为自愿报备制 内政部与警政署质疑 恐怕会让主管机关 无法及时发挥维持社会秩序 以及保护活动顺利的进行 反而失去了保障意义 因此这个草案还在协商当中